一包包國外包裝的零食排排列出來 不知道的還以為是超市大特賣 五顏六色的軟糖像是餅乾的點心 但如果這樣吃下肚可是會上癮 原來是台中零性嫌犯利用飯店代收國際包裹 用外國零食的包裝眼人耳目 手度走絲大麻軟糖 測試國內市場的接受度 第一次引進沒想到就被警方查獲 走絲進來的時候是利用爆米花的包裝 那偽雙層爆米花進口 另外國外進還有像這樣一瓶一瓶 顏色鮮豔的大麻飲料 先前也有出現把大麻加進 平常吃的鮮貝米國裡 此次除了大麻軟糖 還查獲稀有的大麻花 大麻花數量不多 所以說等於是毒品中的貴族 那價格非常高 警方首度破獲大麻軟糖 還有比一般大麻濃度高出 四倍以上的大麻花 擁有貴族毒品的稱號 整起查獲大麻花的數量 市值超過4000萬以上 記者李夢章 謝雲珍 台中報導 請到